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ouble 3.0里面的应用机服务发现的一个模型 首先是关于应用机服务发现的一些原理 那在讲解应用机服务发现模型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进行服务发现 从底下市场图我们可以看到 Double的一个经典的模型 它提供的是从consumer对用到provider的一个能力 那consumer在对用到provider的过程中 其实consumerprovider它通常情况下是分开独立部署的 也就是说consumer它其实是没办法了解到provider现在的一个地址信息 也就是说它不需要没法知道怎么对用到provider上面去 那让consumer它知道provider它怎么去调用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服务发现的一个过程 服务发现它顾名思义就是说它让消费端它能够发现我们这个服务 它提供的一些提供者的集群信息 那从我们底下这张图可以看到provider它在启动的时候 会先去往注册中心上面注册自己的信息 然后consumer会去注册中心上面拉取这一部分的信息 这样的话其实consumer它就能够通过一个第三方的组件 来了解到provider它的一个实地信息 然后去进行一个发起一个调用 那这张图其实是对刚才服务发现模型去进行一个更抽象的一个描述 double的一个地址发现 它其实是借助了注册中心的这样一个组件 来协调provider和consumer的一个地址实力的一个过程 在provider实力通过测定的一些key向注册中心注册以后 在注册中心上面可以看到provider它单击的一个可访问地址信息 然后注册中心会将这个key去进行一个聚合 也就是说我provider1,provider2,provider3 它都注册了同一一个key 那注册中心就会以这个key为一个聚合点 然后把这三台provider聚合到一起 然后consumer能够通过一个订阅的方式来将特定的key实施 从注册中心那里去拉取下来 回事回到刚才那个三个provider的例子 就注册消费者这边他只要去订阅了这样的一个key以后 那注册中心就会将刚才提到的provider1,provider2和provider3 三台provider一个可访问地址信息推送给consumer 那基于此consumer它其实就能够知道provider的一些地址信息 然后就可以去完成一个调用的一个过程 那在double2.7以及以前的版本里面 我们用了更多的是接口级的一个服务发现模型 那double2.7以及以前它的一个服务发现它的一个key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类似我现在ubt里面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地址事例 它其实是最终是围绕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接口来去做的一个服务发现 也就是说它被称为接口级的服务发现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基于接口的服务发现模型 它网络的中心上面注册了信息又包括了实地的可防的例子信息 包括rpc的远处于信息 还包括了rpc服务配置的一些信息 那基于这些配置的一些信息 double可以支持从应用级别的力度 从rpc级别的力度 从方法级别的力度 都能够进行一些服务治理的一些行为 其实这也是double一直以来它服务治理的一个极高易用性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这张图是在接口级服务发现模型底下 拿口指数中心上面它会注册到的一些信息模型 上面是它注册的一个k 那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是说基于接口 然后还把门号 还有分组这样的一个信息 去做一个为1p的一个聚合 它的一些value的话 就是它聚合的一个provider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它包括了provider的一个可防的例子 就包括IP和端口 也包括了接口的一些信息 包括了一些服务员数据的一些信息 那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会带来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一些性能上的问题 以及和其他模型去对齐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以一个provider应用作为例子 来讲解一下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 假设这个应用它有10个接口 也就是它发布了10个服务 同时它这个应用的一个运维或者是提供方 它把这10个服务 共同部署到了一个应用上面 而且这一个应用它部署到了100个实力上 那么基于刚才的一个模型的话 我们在注册中心上面它需要注册的底子数有1000条 而且这1000条地址里面包括了地址的信息 配置的信息 包括了原数据的一些信息 那这些数据的话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 它其实都是被放大的 一个是从地址数来看 就我们现在虽然是有100台provider的一个信息 但是实际上由于它每个接口都需要去独立去注册 导致了我们在注册中心上面它被放大了10倍 那原数据信息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我们整个集群里面 也就只有10条唯一的原数据信息 对应了10个接口 但实际上注册到注册中心上面的时候 它也注册了1000条上去 这样来看的话原数据它被放大了100倍 那在这样的一个层层放大的一个背景底下 它会导致注册中心上面的一个数据变得越来越庞大 而且在需要推送的时候 注册中心的推送压力会变得特别高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重新组织这些数据 来避免容易数据的一个出现 它其实就是我们应用几幅发现模型 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的是我们期望在保留应用性的同时 能够在地址发现的一个层面 与其他的一些服务治理体系去进行一个打通 就比如说我们Spring Cloud的体系下 它其实两个应用之间它并不是基于接口的 而是直接基于应用名去做服务发现 它也不需要感知到对端它提供了多少个服务 反正就是你提供了一个应用名 它就能够直接调用过去 那我们期望我们新的模型也能够和这些模型 至少在一些互通性上面有一定的一个可行性 一些互通的可行性 那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应用几幅发现 会去做的一个去偶合的一个过程 就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应用几幅发现里面我们把RPC原数据信息 RPC服务配置以及RPC自定义原数据信息 这些都从我们注射中心的这个实力上面抽离出来 让我们整个应用几幅整个地址发现它的一个聚合key 变成了一个应用名 那这样的话其实前面的一个地址被放大的一个问题 它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我现在只需要注册应用就行了 不需要注册接口 那这里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性能提升 那其实这里也就是第二点的注册中心它同步的地址 现在只是仅仅包括了一些地址信息 也就是IP级别的信息 从推送的数量上以及内容的长度上 它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化 那第三块是我们把这些RPC原数据信息抽离出来之后 我们会去做一个独立的一个原数据服务 让我们在double3里面能够保证应用性的同时 也能够实现一个高性能的一个运转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就是说 在刚才其实会遗留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地址简化之后 它没有办法去获取到RPC的原数据信息 那这部分问题它应该怎么被解决呢 如果我们缺少这部分RPC的原数据信息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控制 就是单个服务力度上面的一个上下性信息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provider 它发布了10个接口 我现在想要动态下的一个接口 如果没有这部分运输信息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就比如说在Spring Card的体系下 一个provider它如果这个接口 这个服务信息它没有发布 那它可能消费到还是会一直掉用过来 而且它会造成最终的一个404找不到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方面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去指定 当个RPC服务它的一个配置和行为 也即使说我们能够去对当一个服务 它的一个超时信息 一些去做一个独立的配置 以前这些配置的话 它其实是把命在一个接口上面的吧 它其实是很好天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的话我们配置和地址变成了一个绑立的关系 那其实地址上面它并不能做到一个接口力度的一个控制 另外的话是它其实第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对应的 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provider它发布了哪些服务 以免我们掉用过去的时候provider找不到这个服务 进行一个报错 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在double3里面引入了一个metadata service 原数据服务 它这样的一个独立服务 这个服务的话 它可以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原数据中心去做 它比如说是基于一个拿口子的一个中心化集群去做 也可以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过程去做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原数据服务的话 其实我们从注射中心里面凑理出来的服务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第三方服务去获取 也就是说我在注射中心上面注射的信息 我带有了一个唯一的一个版本号 比如说我现在provider的版本号是1 那我现在去原数据中心上面找到这个版本号是1 对应的原数据RPG原数据信息 所以我就可以组合得到我以前的一些接口集 服务发现模型底下它的一个结果信息 那这样的话 它会变成说我们有中心化的一个完整推送 变成了类似一个点对点拉取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原数据信息 它现在并不会把您在注射中心 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模型上面去 而是底下点对点的拉取 这样的话去降低我们注射中心上面的一个压力 那另外的是我们在抽取完这个服务之后 以前一些在注射中心上面没办法做的一些行为 我们现在也可以去做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扩展更多的参数 因为注射中心上面它做推送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数据大小的要求 如果它的数据特别大的话 它会导致注射中心的压力也会变得特别高 那我们在抽取了Meta Data Service这样的一个独立服务之后 其实它变成了底下分布式点对点的一个获取 那这里我们数据量其实再大一点 它其实对整个集群来说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除了携带更多的一些参数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对外暴露更多的一些治理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未来甚至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原数据服务 去暴露当前节点的一些状态信息 因为以前注射中心上面 我们是不可能把状态信息写上去了 它只能去做一个服务发现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基于这样的一个原数据服务 去对外暴露更多的一些状态信息 其实这里的话就是对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原数据服务 去做一个抽象 就上一这里分成了下下两层 上面这一层的话 它其实还是以前老的一个注射中心的模型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引入了底下的一个原数据中心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原数据中心它是可选部署的 就在这个点的话 我们后面会再展开去进行一个讲解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部分的一个注射中心 在provider启动之后 它会向注射中心去注册一些应用及实例的信息 比如说我现在provider的应用名是demo应用 那它会向注射中心里面注册demo应用 它有一个地址信息 是xxxipxxxlonco 然后在消费者去进行订阅的时候 它会直接订阅这个demo应用 然后去拿到刚才提到的一些IPR章口信息 那其实我们通过前面的背景可以知道 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下 它其实是不足以完成double整体的一个服务治理的一个过程的 就它缺少了RPC原数据信息 那这里我们需要去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原数据中心的一个模型 通过RPC原数据中心的模型 它会向这个原数据中心里面写入这样的一个它的RPC原数据服务 然后pansumer它会去原数据中心里面去拉取这些原数据的RPC原数据信息 然后去组合得到这些原数据的一个 组合得到每个接口的一个藏住信息 那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原数据中心它其实是可以是分布式的 也可以是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话它其实就是类似于说我们存储的数据 还是像注册中心一样有一个中心化的存储 那分布式的话它其实就是说provider直接存储在我本地的一个缓存里面 然后consumer的话它会去发起一个点对点的一个调用 去拿到这部分数据 其实它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说 这部分数据它是缓存在provider自己的一个缓存里面 还是说直接存储在一个中心化的一个配置中心集群里面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在double3里面去支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于应用型服务发现之后 我们在整个narcos基础下面的一个注册的一个信息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服务名就变成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demoprovider的一个应用名 那它的一个参数信息的话 它也变成了更多的是实例级别上的一个参数信息 比如说它发布了哪些端口 它当前的一个版本是哪一个版本 基于此的话 我们这个provider注册到注册中心的时候 它的一个注册量下降了 然后它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数 它的一个数量以及长度 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化 那这部分是独立出来的一个原数据的一个信息 这里我们用的是中心化的原数据服务 这里的话也可以用分布式的一个 内建的一个metadata service 然后为了更好的展示的话 这里用了一个中心化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provider 它的一个用原数据中心上面存储的一些信息 它就包括了它的一个接口名 包括了它的一个版本号 包括一些超市信息等等 那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左边的一些实力数据 还有原数据的一些数据 它能够进行一个整合 就是说我们基于实力数据和原数据数据去整合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接口的一些信息 那右边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应用机构发现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首先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条链路 它其实就是注册中心 它以前的一个工作链路 就是服务提供者它会去向注册中心里面注册它的一个实力信息 然后服务消费者它会去注册中心里面拉取它的一个实力信息 这里有一个点要改一下 这里是获取它的一个实力服务实力信息去拉取到消费者这里来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服务提供者它会去做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它会将它的一个原数据服务去暴露到自己的一个内建服务上面去 然后消费者它可以通过这个内建服务去拉取到它对应的一些原数据信息 比如说RPC的一些原数据信息啊配置信息啊等等 那基于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是实现了我们左边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实力信息加上原数据信息能够得到每个接口的一个信息 那在讲完刚才整体的一个模型之后 其实最终还会留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消费者怎么知道我需要订阅哪一个应用名呢 因为以前的话在老的模型底下 provider它注册的一个接口 它就是消费端订阅的接口 那我们可以依此来确定说我需要订阅哪一个key 但是现在的话基于运用及服务发现之后 它消费端本身就不知道provider它有哪几个应用名 就是说我同样一个接口 它可以有多个应用同时发布 那按照以前的模式的话 它其实是不知道它是不是多个应用的 它只是说它把这个接口信息暴露出去 然后消费端拉取就完成了 那现在的话消费端只有接口的信息 并没有应用的一个信息 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引入另外的一个模型 就是服务映射的一个模型 我们基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心化的配置中心 我们可以让provider去注册自己的一个映射信息 比如说我现在app1发布了123这三个服务 那我在配置中心上面写 比如说我123这三个服务都有我app1去提供 那消费端需要的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去配置中心上面拉取说 由哪一阶app提供了我需要订阅的这个接口 然后去完成一个我们服务的一个映射 那其实前面讲的更多的是我们应用机服发现 它实现的一些原理上的一个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说 我们怎么从double2.7里面去清一辣double3的 这样一个应用机服发现模型 那首先是因为应用机服发现 它是整体的一个从服务端到客户端的一个流程 那最首先的是服务端 它需要先注册应用级的一些信息上去 那应用在升级到double3之后 它就会天然的本身会去注册接口级的信息和应用级的信息 这是double3里面的一个默认行为 就是一个自动双注册的行为 这样的话它能够保证说我们double2.x的一些consumer 它能够通过接口级的模型去获取到接口级的信息 然后double3.0的模型的话 它可以通过接应用级的模型去获取到应用级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话让有一个平滑迁移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消费端来说的话 它在升级到double3.0之后 它不可避免的可能还会有老的provider需要去掉用到 那我们在double3.0里面默认的一个行为是进行一个自动商订阅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我现在的一个接口 它会去通过接口级的模型去做一个订阅 也会通过应用级的一个模型去再做一次订阅 那这样的话double2.x的一个provider 它就能够通过接口级的模型去订阅接口级的地址 然后double3.0的provider就会通过应用级的模型去订阅应用级的一个地址 那其实这样的话包括从provider迁移和consumer迁移 它都是升级后默认的一个行为 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模型底下 它其实会存在的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provider它天然的还会再去注册接口级的一个信息 然后consumer它也会去订阅接口级的信息 它会导致说我们左下角这里它不仅仅只有2.x的provider 它甚至可能还会存在3.x的provider 导致3.x的这些provider的地址信息会有一个重复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里double提供了一个迁移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怎么让左边的这些provider的一个信息不要再去做订阅 然后只需要订阅右边的这些provider信息 这里底下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则 再进行一个迁移 那具体讲一下这个规则的话 它其实是去提供了一个更细力度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控制 在这个规则里面我们拆解成了三种模型 一种是Force Interface这样的一个强制接口级的模型 第二种是Application First的一个应用级优先的一个迁移模型 另外是Force Application的一个强制应用级的一个迁移模型 这三种的话它其实对应的是三种执行状态 首先是强制接口级模型的话 它会百分之百去做一个接口级的订阅 然后它不会去做任何的应用级的地址订阅 这样的话它能够去提供一个最完整的和2.7的一个兼有性 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拿不到我们应用级的信息了嘛 它得不到一些应用级的一个带来的好处 那第二种是Application First应用级优先的一个模式 这里的话它其实是会去做接口级的订阅 以及应用级的订阅都会去做的 也是长期的保持这两个订阅都存在 然后它会去动态去判断说我应用级的地址是不是满足了一定的数量条件 比如说我现在有接口级的地址有100个 应用级的地址有10个 那对于一些极端的应用产品底下这10个provider可能是扛不住整体的一个 呃 应用级优先的话也会去选择走应用级的一个订阅模型 就总的来说的话应用级优先它其实是两种订阅都走 然后如果应用级的订阅它能够去进行一个利用的话 我们就会去使用应用级的这样一个订阅 那应用级优先这样的一个订阅的话也是double3里面默认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默认双订阅的一个模型 那第三种是false application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强制应用级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底下的话应用它完全不会去订阅以前double2.x的一个接口级地址的一个模型 它只会订阅应用级的模型 相当于说我们迁移的中态就是希望我们往false application级别去做一个迁移 然后让最终的我们只做一个应用级的订阅 达到我们在性能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右边的话其实是一个具体的规则 具体的规则的话我们在官方文档上面也会有对应的一些讲解 这里我们就不再去展开去进行一个讲解了 那这里在我们再提一下说在这样的一个迁移规则底下 我的应用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平滑迁移 首先呢是在我们以前的一个模型里面 相当于说double2.7的一个扣端 它其实是类似走false interface级别的强制接口级的信息 那我们升级上来到double3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应用级优先的一个application first模型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其实接口级在升级到应用级之后 它其实只是只会多了订阅并不会少了订阅 也就是说从强制接口级切换到应用级优先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基本无损的 是一个平滑迁移的一个过程 它能够保证我们的行为和以前是完全兼容的 只是在说我们的一个应用级ready之后我们会去选择对用到应用级的一个例子 那在我们的provider全部都升级到应用级之后 也就是说升级到double3之后 我们需要去考虑让这样的一个双订阅的模式去逐渐变成一个单订阅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从应用级优先去切换到强制应用级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其实就会去决策销毁某一份订阅 就以前是一个双订阅的过程 那现在我们在切换到强制应用级订阅的时候 我们会去销毁到接口级的这份订阅 那这里的话我们的一个规则 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些轻易的一个条件 就比如说我们会去等待地址推送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会去等待说我们的应用级的地址 是不是大于等于我们接口级的一个地址 它其实这里就是说我们provider是否真的都升级完了 因为升级完了provider 他接口级的应用级他都会去发布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判断说我们是不是所有的provider都发布完了 否则的话可能现在只有10台升级了 然后总共100台 那它会变成说100台的轮段完全打在这10台上面 可能会出现一个服务学般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去实现从应用级优先切换到强制应用级的一个模型 基于此的话 其实这里其实提供的是一个平滑轻易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从以前2.7的应用 他先升级到double3.0的客户端 然后provider也慢慢在升级 这个时候我们先跑一段时间的一个兼容模式 等到provider完全都签移完之后 我们再通过规则下方去强制切换到强制应用级的模式下 完全走double3的一个新的一个链路 以及长度 在一些极端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从10个接口 1万个接口 它可能有1000个provider 那这个时候它的一个下降量 它可以达到90%以上 就它会有一个极高的一个性能优化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说我们能够天然的和其他架构去进行互通 因为应用级服务发现模型的底下 它其实是基于应用去做一个服务发现的 它其实天然的 它是比Spring Cloud的那种发现模型 更扩充了一些独有的一些字段 那其实我们回到Spring Cloud这样一个体系下 它其实天然的应该是支持和Spring Cloud去做互通的 那我们在一些Kubernetes体系下 包括Match体系下 这套模型 它其实和那个在Kubernetes Native Service底下 它的模型其实都是对齐的 那我们就可以天然的去在这些模型上面去进行一个互通 那最后的话是关于一些网光场景的话 也可以基于应用级服务发现模型去做一些优化 就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提供了一个Metadata Service的一个模型 那基于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在网光上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应用名去自动优化 后端的一个负载均衡的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能够去自动获取到接口的清明信息 因为现在在网光上面的话 它其实需要配置各种各样的一些接口信息 转换信息等等这些参数 那基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Metadata Service之后 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去获取到这些信息 然后去做一个自动化转化 也能够在一些网光场景底下做一些优化吧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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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